来来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人房的另外一种房型 两人房总共分成公爵、王子以及公主 那我们要现在介绍的是公爵房型 公爵房型的话,它的色系就是比较属于中性 不偏公主也不偏王子,就是中间色系的 就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色系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进来的话呢,可以看到它其实空间非常的宽敞 非常宽敞 然后里面的布置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美美的画,这个壁炉一个设计 然后最终我真喜欢这种灯 我好喜欢这种古典的这种灯哦 而且我觉得它们灯光美气氛假 每一间我最喜欢就是采光 采光超棒的 都是有整个整片落地床的一个设计 然后又是一个加大的床 公爵的两人房呢,一样是加大的床 它在设计上,设计上来说的话 它是可以其实睡个小小孩都没有问题哦 所以如果说是有带小小孩的或是带像国小以下的 还很小只的,其实两人房很OK的哦 它的床是加大的 那空间感来讲的话也非常的宽敞 可以看到这个面宽是非常宽的 离电视的距离还有这么远 他们电视是大台电视 那房间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让每个房间 还有放这种古典 古典感觉这种镜子 房间的镜子都不太一样 包含它的厕所的镜子 我也很喜欢 真的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吧 这个是公爵房型它设计是比如说中间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不偏男生不偏女生 在房间部分两人房的部分的话呢 它都有放了两罐的水 还有连这种煮水壶都很特别哦 你看这个煮水壶 是不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包含这个放杯子的托盘都很漂亮 这个完全是整个房间是一起一个设计的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主题 就是很让你觉得在城堡里面 然后房间里面呢 每个角落呢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都可以来拍照呢 都可以穿着王子公主的衣服来这里面拍照 房间就是一个摄影棚的感觉 就是两天一夜来拍一个沙龙照 妈妈不用花钱自己手机拿起来 随便拍小孩就是这么可爱 就是这么漂亮 女生拍了公主就漂亮 男生拍王子怎么拍都很帅的哦 下面呢还有冰箱的位置在这边下面 柜子打开 它是隐藏在里面是有冰箱的哦 每间房间都有 然后在每间房间先说好了 没有浴缸 紧拍谁 没有浴缸不是不给你们 是真的就是没有浴缸哦 冰洗脱鞋这些都有 背平两人背平啊 这些都OK 我们来看一下厕所的部分呢 还有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桌子椅子 然后这个是公爵的房间 后面这边也可以当椅子 这是一个脚椅 在这边这后面 然后这边都有壁炉 我觉得很喜欢这种感觉 这房间就很漂亮 然后厕所的部分呢 都是采用淋浴方式 没有浴缸 再说一次 没有浴缸 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有浴缸 那两人份的背平都准备了 还有准备这个是润肤乳液哦 那下面的话都有吹风机 在下面 好 那厕所部分呢 也是有采光的哦 都是通风很好 都有采光 像这一间的话 公爵的话 都还可以看得到后面的山景 欣赏到后面的山景 非常漂亮的山景 那下面可以看到就是 他们的餐厅部分 后面就是餐厅 然后右手边的话就是停车场 就是他们的停车场哦 就在后面 我们这一栋本栋的后面 就可以有停车场 那这边是采用的淋浴 淋浴方式 它非常特别哦 上面可以有水柱 侧边也有水柱的按摩 那用的是法国密码 它是三合一的 可以洗法 可以洗身体 可以洗垫啰 然后有搭配的这个是润夫 润丝 有配合润丝金给大家 OK 所以公爵的部分呢 它是两人房的 差别在于色系 以及它的方位不同 一个楼层 它就是一间家庭房 国王或者是皇后 那另外呢 搭配三间就是公爵 王子 以及公主房间 一层就是四间 这是很好判别的 OK 那中色系的话 就是属于公爵的部分哦 介绍给你们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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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